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国内首档AI概念多重资产型基金 1月21号开幕 太阳能电池报价走高 单金涨超过3% 生计股营收创新高多加量位数成长 南山人寿去年大赚近267亿元 年成长22% 好我们来关心台股 台北股市今天在全职股包括大力光 台积电以及鸿海股价推升的动力之下 集中市场开高走高 盘中加全股价指数上涨达0.78% 分析美中贸易战近来的气氛转趋乐观 对于全球股市以及经济表现 都将会打入一记强心针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外电报导 三星将于2月20号 在旧金山和伦敦 举行第10届年度大会 预计将推出下一代提建手机 Galaxy S10 Galaxy S10 预计将是全球第一款支援5G 无线网络的智慧手机 电信龙头中华电信10号宣布 在经济部5G办公室建政下 台湾5G产业发展联盟 中华电信领航队与韩国5G论坛建立跨国策略合作伙伴关系 将深化双方在5G的技术交流 促进5G产业发展 德国深具影响力的BDI工业联盟 呼吁欧盟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经济政策 德国企业界对中共推行低价轻销 强迫性技术转移 以及融资渠道不平等竞争策略的疑虑不断升温 在美中贸易战背景下 又一家日本企业将撤离中国 日本办公设备巨头李汪公司5号公布 正准备将在中国的复印机生产线 转移到泰国 清行亚克电视整理报道 苹果新机叫好不叫做传出地基出货量 下坎10% 连带影响了台湾ICT供应链 大力光去年营收以及获利同步 缴出衰退成绩单 也引起外界关注 专家就指出了 智慧型手机销售进入高原期 也对相关供应链的营运造成影响 去年苹果新机iPhone XS XR开卖 但销售实力传闻不断 苹果除了促焦降价 更是今年来首度调降财务预测 市场传出苹果减产10% 台湾重要镜头厂大力光 已经感受到阵阵冷风 大力光去年第四季获利衰退两成 全年营收499.52亿元 负成长6% 全年净利243.71亿元 也年减6% 法人担忧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智慧型手机卖不动 影响真的很大 IDC数据显示 2017年全球手机出货量衰退0.3% 2018年衰退0.2% 更预期5G换机潮也难以再带动大幅成长 在2017 2018都是一个负成长 那我们现在看2019是一个小幅度的增长 在未来几年下来的话 大概都是一个个位数的成长 就我们就不会看到像千几年 这么双位数的一个手机的一个换机潮跟成长 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奇报告预测2019年因为iPhone规模 没有重大更新 出货量今年将衰退5%到10% 月末1.88亿到1.93亿支之间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日前首度遭到美系外资法人 下调目标价从214元下修到每股199元 修正幅度达到7% 我想手机HPC还有AI跟Altomotive这四个platform 我们都会看到in the next few years 都会有两位数的成长 手机没有了 但手机的高端手机还是一个成长的 台积电去年第四季营收达成财测目标 不过不分外资预估 台积电今年的第一季营收可能季减15% 这位新手机需求下滑下 台积电如何接招 成为下周法说会关注焦点 新台电视高章人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英国解报汽车宣布裁员4500人 金融时报美系百货下收去年获利一期 周四开盘股价重挫19% 市值蒸发30% 欢迎在日报 美国能源被给去年产跌后价值不现 今年以来表现让人 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金融厅为自己兵产许可保险公司 全额出资IT企业 全球医疗产业蓬勃发展 再生医疗以及细胞疗法 被视为癌症以及心血管等重大疾病的新希望 国内就有生技新药公司生根干细胞技术 以MIT独门专利开发了创新的干细胞新药 预估最快2020年治疗干硬化的新药 就能取得台湾TFDA药诊 打开零下196度低温的氮气储存槽 冒出阵阵白烟 里头存放的是放在品管实验室分离存化 没有任何污染的珍贵干细胞 将样本放入培养液 14天不间断监控 类似的检验程序就有8大项 国内生技业者以高规格ISO17025标准 打造国际认证实验室 过去只能储存其代血 而现在可以存放成人干细胞 尤其兼职干细胞可以分化为软骨 硬骨 神经 皮肤等9大类细胞组织 成为临床治疗重要一环 国内生技业者以专利生长点模拟技术 模拟人体内干细胞的生长为环境 少量组织就能分离出 足够数量的治疗用干细胞 一般的话我们取得两公克的脂肪组织之后呢 那分离出来大概里面会有10万个 这个干细胞 那透过我们的这个Nedron Man的 题外培养技术 我们可以增加到1000倍以上 所以一次可以到1亿个细胞以上 至少的一个数量 投入生技业5个年头的庄明熙 应用在光电产业的实物经验 导入细胞工程领域 让干细胞从源头的采集 分离纯化 储存 放大制成 包装 检验 运送 所有过程分段模组化 每项流程都取得专利技术 模组化的设计 让实验室空间得以独立运作 产能规模提升5倍以上 成功让干细胞 具备商业化的量产能力 就是说过去在生医 或生技里面 它在细胞培养的时候 它的制成是一贯性的 很少人去做模组化 那我刚好就是 因缘忌讳 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进来 把它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台湾第一家 以干细胞技术 获得美国发明专利 目前已经有两支新药 进入人体临床 一起试验 迈向第二期 干细胞性药 更获得有生技业 奥斯卡奖之称的 2017台北生技奖 我是希望说 能够把握国系 目前那么好的核心技术 那么好的condition medium 它应用出来的保健品 跟保养品 还有我们的banking 还有我们的技术支援 在台湾市场发酵 在大陆市场落地之后呢 配合的渠道的开发 能够整个部闪 它大陆整个市场去 然后等到我们药证出来之前 我们能够用 我们这段时间的营兽 来supporting我们的药的开发 以干细胞技术为核心 发展再生医学 也将锁定中国大陆 以及东协地区 大健康产业做突破 集团董事长庄明熙 看好未来干细胞新药市场商机 投资10亿元 新建全球第一座 符合Pix GMP标准的 干细胞制剂药厂 去年5月动土 将在2018年8月落成完工 这个厂房是 全球第一座 符合Pix GMP的干细胞制剂药厂 那么我们预计每年大概可以产生 10万剂的干细胞的制剂 那么一家药厂并不会开发所有的药 所以我们希望其他的开发的药的同业 它并不需要再去设一条线 就是说它开发好之后 可以在我这里生产 生产完毕之后 它就可以去做临床 干细胞和细胞治疗领域发展下 全球约有679件 领床试验正在进行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早已有干细胞新药核准上市 业者扩大投资 加码聘雇人才 联手生意业者 一同将饼做大 迎接生意产业的崭新时代 但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1月15号英国脱欧协议表决 1月16号美国联准会发布经济状况和皮书 1月17号台积电法书会 1月18号FTC发布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by bwd6